30号凌晨7点35分开始 简连大圈杖突袭搜索 柯文哲位在金山南路住家 不止柯家 简连兵分十路 同步搜索民众党中央党部 以及柯文哲台博大楼办公室 四个多小时后 柯文哲和太太陈佩奇 被简方带下楼塔当朝怒呛剪掉 霸话说清楚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办公室 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 我非常坦荡 我知道我没有问题 柯文哲被列贪污案被告 陈佩奇则以证人身份 双双被带往连政署就绪 是不是因为明天要去美国 所以被搜索 柯文哲被大动作搜索 记者塞包柯文哲家门口 连政署门口媒体也大震动 柯文哲坐车大约中午抵达 柯文哲一个跨步 就迅速闪生进入连政署 检方调查重点在 他市长任内经华城容积率 从百分之五百六暴增到百分之八百四 到底是不是柯文哲交办或指示 主席会觉得政治不会来 没有 我不会觉得什么 不要预测立场 我们还是希望 台湾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 容积率从三百九十二到五百六 就一百多亿的利益 五百六再到八百四 又是一百多亿的利益 两百多亿的利益 这是多大的钱啊 检方从柯办 带走两台主机和异乡政务 黄申申着急狂打电话 民众党破红 凭什么连民众党中央党部 都要搜索 有什么必要性 来搜索台湾民众党 中央党部 就是要来看 有没有金流流到你们党部去啊 怀疑吗 只要被他抓到 沾到民众党 沾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家人 只要有沾到任何一点边 你柯文哲就要被击押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被抓到金流 那就完蛋 而且这个完蛋 不只是柯文哲完蛋 如果真的被抓到金流 民众党直接打烊 从政业党主席 一席间成为贪污案被告 可麻看到儿子媳妇 都被带走汗冤 这么说 我的孩子是绝对成为了 高中台湾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欧北冬犯是有罪过的 柯文哲是否会受强制处分 检方的大动作 已经掀起政坛 超级巨风 记者信红如草丁寒 爱心小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